謝謝主席,我是不是請一下杜主委 好,我們請杜主委 主委好 主委,我想要再繼續請教您有關於創新創業的發展的部分 我看今天國發會的報告裡面 在施政重點的部分 第一個就談到創新成長的動能 第一個就談到了所謂的創新創業的發展 我想請教一下,再更進一步請教你 國發會對於創新創業的發展到底有哪些具體的計畫 跟委員報告 整個創新創業的業務的涵蓋許多部會 由行政院他做一個整合 國發會只負責其中的一部分 那包括了是法規的這個調整修正 以及設立一個國際級的一個示範點 主要是分這兩個部分 國際級的示範點設在哪裡? 目前是設在這個圓山的花博 你這個錢是用所謂叫做拔萃方案來處理對不對? 是是 好,那我就想要再進一步請教你 這個拔萃方案總共編列了多少預算? 拔萃方案的預算分為兩部分 一個部分是硬體修繕的部分 總共編列兩億 那在經營服務的部分是一年編五千萬 經營服務的部分編五千萬 那對於創新創業的投資的部分呢? 有沒有? 創新創業的投資是編在投資預算裡面 投資預算的部分呢 就是在我們原來國發基金的投資預算裡面去支 所以它並沒有單獨的部分出現 換句話說你的拔萃方案裡面 還有分很多各個不同的細節啦 你們的所謂的青年創業創新的方案 也分散在各個部會裡面嘛 是不是這樣? 像經濟部或者是科技部等等部會 他們另外有他們自己的計畫 好,那我就一項一項來跟你解釋 剛剛我提到了這個所謂的拔萃方案 我看到你們提出來的預算 103年度編列要求的經費需求是2億 103年度喔 結果到現在沒有動支 沒有使用 104年度呢 你們編列了 已經有編列這個拔萃方案的預算 編列了五千萬元 這個五千萬叫做營運費用 105年度呢 編列了3億 其中有2.5億 是拿來整修園區 就是整修花博 換句話講 你從103年開始到105年 你總共要花掉將近6億元 在整修花博園區 我看不出你的拔萃到底補助或者是 支援或者是投資年輕人的創業在哪裡 你等於再花政府5.5億的錢 去整修這個花博館 沒有我剛剛跟委員報告 整修就是2億的預算 然後每一年 你們到現在沒有動支嘛 還沒有動支 如果整修只有2億的話 那你105年為什麼還編列了2.5億的整修預算呢 這個都在你們的預算 就是那一筆預算而已 整修預算就是那一筆預算 然後呢 每一年5千萬的營運費用 如果沒有那2億 那最少花博館也還要再花3億 去不管是做整修啦 或者是做營運的規劃 還不是營運喔 還是規劃而已喔 營運 這個就是 我覺得你們的拔萃方案 我看不出到底實際上能夠投資創業 或者是說能夠對於年輕人的創業 有什麼樣的幫助 投資創業的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國發機器已經投了25億 加上民間的資金總共102億 這是已經核准的投資青年創業的經費 這個部分我待會兒要繼續請教 第二個部分 你講到青年創業的專案 分散在各個部會裡頭 對不對 這個是我跟你們國發會 跟行政院要來的資料 我認真的看了一下 我隨便舉個幾個簡單的例子啦 你國發會主管的 大概只有寫了一個天使基金 經濟部呢 洋洋灑灑也寫了十九大項 但是跟青年最息息相關的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的貸款 預算金額是零 103年104年105年 預算金額都是零 但是呢你們竟然在後面寫說 創造及穩定就業人數 可以高達22,500人 新成立的這個新創事業家數有7500家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從哪裡來 你們的預算都是零 經濟部的部分不是本會的部分 你也當過經濟部部長嘛 但是我現在不是 企業小頭家貸款 預算金額連續三個年度 也都是零 但是你們還竟然可以創造 18,000個就業人數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 這個是只有經濟部的部分喔 還有很多喔 我過去曾經擔任過客委會的副主委 我看到你們的這個 還把客委會的什麼創新育成計畫 也列在所謂的青年創業的成效裡面 真是笑死人啦 經濟部他做的那個圓夢網 是一個整合性的一個資料的整理 你聽本席講 退府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 退府會退下來的還會是青年嗎 結果退府會呢 也有編列所謂的450萬 也歸在你們所謂行政院的 青年創業專案裡頭 這叫做美化帳面 這叫做欺騙 騙你自己也騙大家也騙年輕人 你只要很清楚的告訴台灣的年輕人 如果你今天要新創業 你要創立一個新的投資事業 要去跟哪一個單位申請 主委 現在的單一的窗口就是您剛剛講的青年創業圓夢網 它會在26號會有一個新的正式的宣布 它會成立一個單一窗口 青年創業圓夢網是安德在哪一個部會底下 是在經濟部 是在經濟部 所以它會做一個資訊跟服務的整合 所以青年透過那樣的一個管道就可以獲得 但是我要跟委員特別報告 那它有多少錢 對青年的服務的部分 有補助就是我們天使基金 有投資 有融資 這三個都是不一樣的 分別有不同的部會跟單位來執行 我現在要提的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可能 能不能把所謂的這些青年的創業創新的這些計畫 整合看看是哪一個部會 哪一個單位來做主管機關 你不要教育部也一點點 經濟部也一點點 課委會也一點點 退服會也一點點 搞得似不像 然後你告訴大家說 行政院也編列了超過100億的基金 100億的預算 那個就是我們的國發基金 你的國發基金到底投資多少 我們現在 我們的天使計畫 國發會主管的這個天使計畫 國發基金是投資 你最多也只補助1000萬 這三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不能混在一起談 我沒有混在一起 我只是要讓你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如果我今天要創業 我應該要去跟誰申請 我應該要去從哪一方面得到一個最完整的資訊 而不是把它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單位裡頭 然後每一個單位都一點點的錢 在26號的時候 在青年創業圓夢網2.0呢 他會提供青年人一個單一服務的所有資訊 跟服務的窗口 會在那個地方呈現 青年人不必去找每一個部會 那麼後台是每一個部會自己在做 但是前台只有一個 那還是一樣嘛 你只是提供一個網站 經濟部只是提供一個網站嘛 但是年輕人要申請 他不只是一個網站 他是一個虛實整合 或者是申請你們的投資 也在上面可以提供申請的管道 他還是分散在其他那個部會嘛 您那天講說 本席說這個馬雲啊 是一個詐騙集團啊 馬雲提供了這個100億的資金 要給年輕人創業圓夢 那政府一直講說 不要相信馬雲 政府也做得到 我看到你後來回答其他委員的說法 也說政府其實也做得到 你可不可以在這裡具體承諾 政府有沒有可能 提出100億的預算 編列100億的預算 來幫助台灣的年輕人創業 國發基金也去投資 有沒有可能 政府是結合民間 一起來提供這樣的平台 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有民間 馬雲他也是一個民間資金 政府呢 我們是跟國內外的民間資金 一起來來做這件事情 那麼加總的金額 當然會超過馬雲的 加總的金額會超過嗎 我現在要求的是說 政府有沒有可能 去大力的 全力的推動來做這件事情 不單只是跟其他的 國內外的所謂的創投基金來做合作 這當然是一個方案之一 但是如果單單你政府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去編列100億的預算 更好的彈性 能夠更貼近民眾 我們認為是最好的選擇 如果全部都是由政府 看起來你還是不敢承諾嘛 反而全部都是受限於 政府的法令的規定 更缺乏彈性 對青年朋友來講 他有更多的程序要去走 你根本在胡說八道 未必是好事 杜主委 受限於政府的法令規定 你們的報告裡頭不是講了很多嗎 要鬆綁法規 要協助年輕人創業嗎 現在本席在這裡要求你 公開對台灣的年輕人說 政府願意來協助 我們當然願意協助 你連講都不敢講 你還說 我們當然願意協助 但是我們可以整合大家的資源 年輕人的希望到底何在啊 我們能夠寄望你們這個政府多少啊 你全部都要靠人家外資企業 你跟我講說 這個你們國發基金協助投資 我也去跟你們要了 你們國發基金的投資事業 你們全部呢 幾乎都是投資在什麼創投公司 投資在生技醫療 什麼叫創新 這些是創新嗎 年輕人的創新創業 在你的國發基金的創投投資裡面 是看不見的啊 請你看我們最近的四個新的投資案 那個是特別針對青年創業創新的 一個新的投資案 你最近新的四個投資案是什麼 在我們報告上有寫 請你把詳細的資料送到本席這裡來好不好 好我們送到委員辦公室 等一下送一下資料給邱委員 好我們接下來請廖正請廖委員 我給你買的貨幣 請你買的貨幣 讓我買的貨幣